好首先呢让我们来关心今天的第一则新闻 从2016年开始针对东南亚国家 我们推行了新南向政策 也鼓励各大各大院院校前往海外做招生 不过周刊王深入调查 惊觉发现有不肖的仲介业者 假借女大生来台留学的名义 实际上呢是仲介女学生来台进行性交易 而警方呢日前承办就发现 北部呢有12名女学生集体失踪 甚至呢有9人至今下落不明 警察联手制服应招妹 等下 可以吗 找到后面啊 好好 找到后面 根据周刊王报导台北市警方日前破获 林森北路的这间应招站 发现其中三位小姐分位没这么重 竟然都是北部一所大学的学生 警察追查他们透过仲介 从东南亚来台湾读书 疑似被业者推入火坑 用身体偿还学费 讽刺的是若不是生意吃好都相报 应招站的声音好到被同业检举 警方恐怕没这么快找到他们 坐着就好 坐着就好 包括他们三个在内这所大学 有12位女大生 根据周刊王报导 自从政府推动新南向政策后 仲介学生来台卖营的事件逐渐攀升 像是台南这位女大生去年底从学校宿舍人间蒸发 警方原本担心她遭人杀害 最后查出她跑到林森北路 已经接了60位客人 从学生变卖生令人不声唏嘘 那这则新闻是在新北市三峡区 在昨天8点的时候发生了一起严重的车祸 一位22岁的无姓男子当时骑车车经过路口 结果左转的时候遭到对象的来车撞上 那无男当场坠落到一旁的边坡上 医护人员到场时他已经失去了呼吸 失去了意识 而详细的肇事原因还有在警方进一步调查 新北三峡20日晚间8点多左右 传出一起严重车祸 22岁的无姓男子当时骑车经过路口 左转时遭到对象的来车撞上 直接当场喷飞 坠落在一旁7公尺深的边坡 而医护人员到场时 无姓男子已经失去意识 四肢骨折口鼻冒险 目前人在医院抢救中 详细的肇事原因还有待进一步调查理清 台湾市一名甜姓男子因为缺钱买毒 在昨天晚间洋装成客户进入了某家的营楼 通了两条价值镜5万元的金项链 而中立警方透过监视器也逮捕到了这一名甜姓嫌犯 而将他捕获的时候呢 他还正在嗨的这个吸食海洛因毒品 而警方讯后呢也将田南移送桃园地检署偵办 桃园市甜姓男子缺钱买毒 没想到竟一想天开在19日晚间洋装成顾客 进入中立区新村路某家营楼挑选两条价值镜5万元的 镜项链观看 他趁着女店员回升时拔腿转身狂奔骑车逃逸 中立警方根据监视器很快锁定田南设有重嫌 原警察出田南逃逸时还刻意将车牌 以胶部贴住一个数字 但警方于4个小时内在田南的平镇住处登门逮人 当场发现田南疑似在庆功吸食海洛因毒品 警方收出两条金项链与海洛因等毒品证物 还来不及变卖就被逮捕 警方讯后依抢夺罪毒品等罪嫌移送桃园地检署侦办 昨日21时许 一名嫌犯头戴银色安全帽 身穿军绿色外套进入侠内一家营楼 假借购买名义于挑选时 趁机抢夺柜台金氏 骑乘刻意遮蔽车牌的机车逃离 警方迅速调阅大量监视器 锁定犯嫌并于4小时内 自犯嫌住家内逮捕罢案 起货账物 令查扣毒品海洛因一包 全案依抢夺毒品罪嫌 以送台湾桃园地方检察署侦办 接着呢 带大家关注到的是 在台中呢 有7个朋友 他们一起相约到 南橫小关山林道体验 纵走二日游 没有想到他们在返程的时候 车子却突然失去动力 他们7个人呢 就受困在林道当中 而且还遇到寒流真的是非常冷 那其中呢 有一个人呢 他又需要注射胰岛素 警方获报之后 是赶紧上山救援 台中一名21岁 柯姓男子 18日与6名朋友 到南橫小关山林道 体验纵走 两日游 欣赏山间风景 翻车时 在小关山林道4K处 车子突然失去动力 人车受困到中 十只冷气团来袭 又身体不适 其中一人又需要注射胰岛素 柯来派出所获报 派员摸黑上山抵达现场 纵热食和胰岛素 协助民众脱困 因不明原因 车辆失去动力 受困山林 左性警方及时协助脱困 柯南也顺利注射 胰岛素 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